先前2004年 九把刀非常厉害的小说家 他写了一部小说 这个作品有利于他其他的作 小说的作品里面的内容 他完全就是走一个爱情故事 就是非常真实的 一个纯爱的一个作品 也等于是九把刀的第一部这样子的爱情小说 那么在十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终于要把它搬上一幕 那么同时呢 有非常优秀的演员阵容 包括了新秀 包括了老价 包括了很熟悉的一些网牌 都会在这个电影当中来登场 那么也请大家期待大家的发布 是的 我们铁三角要再次的合体 即哪些例如 我们已经觉得女孩之后的爱情而过去 等一个人咖啡 许多的书名都非常期待这一天到来 就在2014 我们已经正式的开进 同时呢在今年夏天就要上映 坚持用九把刀跟柴姐来担当 那么九把刀也亲自的担任编剧 而导演是江青霖 好的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部分的片花 那么在这次的电影当中呢 同样的比较上次的状态 我们大胆的启用新人来担刚 那当然当中也有很多资深的老将 一起来陪同演出 那么来打造一个非常九把刀式的爱情故事 马上我们就先来欢迎 在幕后的部分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铁三角 那么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演也来先登场跟大家见面 那首先欢迎的就是 等一个人咖啡的主唱团队当中的出品人和兼致柴志平柴姐 欢迎柴姐 好 柴姐好 哇 穿笑不冷吗 辛苦了 辛苦了 来来来 我们先给柴姐拍几张美丽的照片 你穿这么漂亮 摄影大哥都忍不住了 好 柴姐先站到中间 站到我们的咖啡厅的门口 是的 柴姐呢 在我们台湾甚至是华人影视圈的贡献 我想不需要再多赘言了 横跨了综艺电视到偶像剧 以及电影大萤幕 大人在新人的眼光方面 他也是相当的独具的 可以说是点石成金的教科级的人物 好 谢谢柴姐 谢谢 来 柴姐请就坐 紧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这部片子的 哇 他身兼多食啊 他是原著 他也是出品人 也是监制 也是编剧 我们欢迎九把刀 欢迎 好 当然他也是亿万票房的导演 来 导演请先站中间 到咖啡厅门口先拍几张照片 好 欢迎导演 好 九把刀先生这一次呢 亲自的来改编这部 十年前的爱情小说 那么也是他的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 待会我们也请这个刀导 跟大家分享一下相关的心情 谢谢 谢谢 谢谢大佬佬 好 紧接着我们要欢迎世界物店的出名人和制店人 Adam 崔振东先生 欢迎Adam哥 越来越帅 你根本是男神 慢点 好 欢迎Adam哥 好 紧接着我们拍几张照片 谢谢 谢谢 好 来请到一点点 好 后面那位先生 九把刀先 好 非常感谢我们Adam哥呢 奉献他毕生的功力 现在请绝密的投注在影视产业 那么成为我们铁三角当中不可或缺 非常重要的推手 谢谢Adam哥 谢谢请就坐 紧接着我们欢迎的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 绝对女孩的知心导演 也是本片的导演 江金凌导演 梅布导演 欢迎 非常优秀的导演 好 来请在咖啡厅门口拍照片 好 谢谢 好 导演一定是非常有型的 然后呢 最重要是非常有才华 请大家多多认识他 多多给他鼓励 好 谢谢 来 请就坐 这个风声呢就不小心走肉了 让大家非常期待 其实他也能绝对没有拍力 更何况是我们台湾的电影人合作 他是我们心中啊 永远的育语掌门人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我们非常重要的老板娘 周慧敏小姐 欢迎 Vivian 哇 还是这么漂亮 欢迎 Vivian 请先在中间看一下照片 好 麻烦后面那个游客请让开一下 好 我们非常的欢迎周慧敏小姐 那么加入我们的剧组 你要是真的上去吗 来嘛 我想记者大哥也不会 阻止你的嘛 对不对 那女神 不要在那边路易说说的 来 要抱就真的抱 来 来 来 勾个手或什么 勾个手也可以啊 好 对不对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我们的蜜蜜多大方啊 对不对 这个郭贵是我们永远的偶像 自己的状态总是保持得非常好 那么这一次呢非常非常开心 等一个人咖啡能够邀请到 诸位里的家伙 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角色 老板娘的角色 神医老板娘 来 二位视线请一次 来 从左边 谢谢 来 一边 我从左边 好 谢谢 左边 左边的朋友 左边 右边 左边 东西 来 东西 来 我们是广东网 海国网 好 中间 中间 center center 请看中间 好 来 右边 右边 二位 请看右边 谢谢 好 麻烦旁边都会走开 旁边都会走开 但也近了 请走开 好 谢谢 好 麻烦旁边也各人照 谢谢 好 我想这个 对于很多影迷来讲 也非常期待 那当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样的状况呢 代表我们也请导演 监制 或者是中惠宁本人 今次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特别演出的 中惠宁小姐 欢迎她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各位大哥 谢谢 来 紧密一点就座 谢谢 好 那我们首先呢 就来吃一下 包括我们的监制 这个柴姐 还有把刀 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先跟她先握手 好 好 好 你握手的同时 也撞翻了一杯水 太棒了 这个电影会发 遇水则发 你看看 多厉害 啊 新人就是不懂得撞水 你看看 哈哈哈哈 好 请坐下来 请坐 请坐 好 我们先请柴姐或是把刀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ID了 找到我们大家的心中最美的历练 这其实说来也有话 超快 之前打 拍了一个 那种文革的 大肯定 就是就打到另外一个小肯定 是一个算是爱情动作的奇幻片 是 那里面完全没有周卫宁的角色 嗯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我又很常会找周卫宁 真的 新周园 是不是 对 就后来就这么说 闪过 那里面有个角色 可不可以帮他摄个初恋情人 然后就是周卫宁 就一直想要找他 对对对 但后来没实现嘛 对对 后来呢 刚好等待他 那时候就是 就在讨论的时候 就说 诶 周卫宁啊 周卫宁啊 因为我知道警察到以前 他的那个 墙上 墙上 挂了三个女生的照片 三个人 那些你已经看过了 王主持人 对王主持人 还有周卫宁 是是是 因为业余宁 我都看到了 是是 你也有看到对不对 当时在电影里面 对对对 这些都是九马当 真的年轻的时候的偶像 对 然后我说 那老百姓 你就找周卫宁啊 是是是 九马当当很害羞 就说 你发得到吗 哎呦 发得到周卫宁 是不是 谁还发点呢 这个 不发发 该怎么知道他到呢 对呀 发通过又不用钱 你是九马当 你放不到吗 对呀 就是亿万大导演 对不对 OK的 但是他这个裁剪后来是谁去发的呢 谁这么大迷奈呢 应该是说有人先联络 但是是九马当跟周卫宁 亲自被人通电话 真的 来 还不知道我们听 真的 请问你们讲的什么 九马当先生 没有 我说我真的非常喜欢周卫宁 然后因为我们前那个班上最漂亮的女生的绰号常常都叫周卫宁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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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女生都说他就是小周卫宁 对不对 没有就叫周卫宁 所以其实我老师讲我一开始是觉得不可能连 我一开始是有点想说我可不可以实际讨论一下真的有可能会连的 是 对 然后那个 但是我 后来剧本完成的时候 我忽然直接看到一个希望 因为我觉得 老师讲我就是觉得剧本很好 对 而且就是 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 我跟那个 阿V 你叫我阿V 阿V就好了 对 叫不出来啊 叫不出来 我跟阿V跟导演三个一起通了一个电话 那就非常的认真 我们其实花了很少的时间在 在称赞 公围这一方面 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剧本的功课 他马上有很多剧本的功课 他已经先stop过了 才跟你通这个电话 哇 你看看 而且重点是你看你的三个女神 王祖贤 叶宁 周卫宁 周卫宁的状态是保持得非常好的一位 对不对 来 跟大家 跟大家问声好 正式的跟大家say hello 不错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 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参议会 他们也会见面 我是蛮期待开拍的 对 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有没有任何的考验 因为其实你电影拍的也不多了 上面是许安华的作品 对不对 那你跟台湾电影剧组有合作过吗 没有 没有 这只是第一次 对 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愿 就决定说 OK 我就来台湾拍这部戏 其实我答应结派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想 知己主角道跟他的团队 是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是非常欣赏他 然后我听到他说他跟他的团队 是非常期待我能够参与 我真的觉得是我自己的荣幸 好可气 真的 真的 然后我都有看Giton 看到角色我觉得很适合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这次是特别的演出 所以只要拍几天就开玩了 是 对不对 不会干顾你太久的时间 没有离家太久的负担 没有离家太久 所以就能够比较容易配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其实一直以来我对台湾都有一份很特别的感知 因为以前在这里当歌手的时候 得到过很多很珍贵的友谊 留下很多很难忘的一些东西在这里 一直都希望可以用什么方法去报答 因为我比较少来 这次能够透过支持台湾的电影 能够表达我的一份心意 希望台湾的朋友能够体会大 是 绝对会的 谢谢 谢谢 真的太漂亮了 都没有什么变 对不对 就把我跟你以前看的时候的样子一样的 皮肤还这么白 哦 我 怎样 我说真的我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紧张的人 对 就是耐心的 就是 但是 那个上次那个 阿V来台湾电影中 两个一段行 那两个一段行 然后就是 就是他在做状况嘛 然后我在后面跟他聊天 然后他就说就是 要不要把空调调冷一点 然后他觉得很值得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流汗 是因为空调很不错的 对 但我一直觉得很紧张 我可是喜欢有些人讲话就会觉得很棒的 谢谢 太好 其实我会看到你有非常紧张 对 我这样简单称呼你 我叫你 阿刀啊 酒 阿刀就是阿九 阿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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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刀今天有人他在当总统 喂 你叫给阿刀 你喜欢我们家里啥吗 叫把刀 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把刀 OK 不然这样 我们大家先撤让自己留在包厢里 好了 感到不然 自己是 你是来上相亲节目的吗 都会没消遣 好 不过看得出来 大家相处很愉快 接着就是要进一步的作业 然后也即将要开开 希望这一切都很顺利 谢谢你的加盟 让我们这剧组如虎添翼啊 这个阵容 好 接下来看看台上的美女朋友 电子妹朋友有什么问题 要来指教台上 包括我们的联盟导演 还有我们的三位 今天是人出品人 以及我们的新秀 是我们的老将 来跟VV有什么 来 来 那边是粉丝的一尾手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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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咬着当分 好厉害 但我们这边也叫VV 对不对 快跟那奔回手啊 叫你呢 所以这个酒吧都是VVM控 对不对 专攻VV 两个在这 来 有没有什么 没有 请 谢谢 那你是不是在做什麼 那你是不是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那你不知道 大家聽過的意思嗎 就是希望在你所要新的 朋友的傾向 也要他有朋友見面 然後這個可以是因為 你也就是在那邊說 他的這個價比 來 我有一次 怎麼突然間爆衝 喂 好 謝謝 我們就第一集 謝謝 來 其實因為 因為老實說就是我一直覺得 如果我有任何的機會可以跟我喜歡的明星或演員合作的話 我真的覺得一定是因為劇本好 我從頭到尾都仗著這一點的心 對 然後 所以跟阿B在聊天的時候 在聊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個 我不用花時間跟他 不用花太多時間跟他講我如果喜歡他 所以你必須找他來 其實直接跟他講說在故事裡面的角色很棒 而且他就是整個故事裡面最感人的部分 就是這一段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只要喜歡劇本就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大家就是 那個 成就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一定是跳劇本 成就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一定是看能不能夠有好的可能性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他沒有演的話 我老實說一定是我覺得我劇本就覺得不夠好 是 是 但我有這類的自己 是 所以你也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不過有沒有把握讓你 的力量有這個不同的面貌出現在觀眾面前呢 因為我覺得大家已經充分的知道了就是 他就是長的都一樣 所以 所以 所以我覺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演技上面 是 對 就是 很鮮盛 我們設計了一個 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他以前可能沒有嘗試過的 嗯 然後 一種頹廢風 優雅的頹廢風 欸 好 我期待 然後他對服裝上面其實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很討論 的時候就知道說他把劇本的名字非常的透徹 是 所以他會有自己的觀點 而且老實說 老實說就是 後來他提了一個 他希望可以修改劇本最後一段 就關於他這個角色未來的發展 欸 我看了之後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他的想法是比劇本好的 你不打算抽出來嗎 欸 我覺得不能這樣 不能講 但是他改了一個想法 我覺得比劇本好 真的 所以 因為我是那一種 就是假設 假設說 有人跟我講說他希望可以增加一點台詞 或改一點東西 我都會說 喔 好好好 然後就不管他 是 對 因為我沒有 OK的 我覺得就是劇本好 然後大家就 就我們一起去把這個角色跟劇情撐起來 但是你這個想法我覺得 我覺得很好 所以是 就是有 加分的 改動這個部分 從善無流 喔 哇 謝謝這位你這麼用心用功 也謝謝他來接受我的意見 其實我也是 收出來跟他討論一下 也是 希望可以多一點交流 能夠在開拍之前 我們都是非常 跟我們碰得非常好 然後 讓我可以在拍的時候 可以非常投入 然後非常享受這樣子 是 好 謝謝 那第二題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主要圍繞在電影這個話題 但因為難得來嘛 我們就行 就把姚忠銘帶來一首 留言 這也是他的經典奏 這也是他的經典奏 很俗意 沒有沒有沒有 跳過 對對對 因為我怕姓梅姐姐說他有加 那你先一讚可以說幫我打個 欸欸欸 對 後來他有跟我說 他有教我的臉書 真的喔 對 然後他就去看看他有什麼發作 因為我要追緊一點 太遠了 要看他精緻在忙什麼 對不對 要瞭解他的發動 他的動態 因為之前我們拍到心靈的時候 是在現場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當天就會寫一點動機在上面 是 他就有注意到說 就是 我們這個已經開拍了幾天了 但是為什麼我都還沒有寫 看電影相關的動機 對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對於我們來講 這部電影的宣傳就是 就是 希望 我覺得阿V到了之後 從今天開始嘛 對不對 因爲映光的這個角色 是 是 良解 謝謝請大家 這個拭目以待他們的合作 來 還有什麼請 謝謝 來 請問一下 好 一開始寫的時候沒有 但寫到一半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老人家 可能寫的時候 就有一點這個想法進去 但是其實那時候是沒有太大的把握的 那時候是沒有太大的把握的 然後 我其實有點怕大家把時間花在根本就不可能來演的人的身上 太多 然後那個 導致就是我們錯過了開拍的時間 所以是喜歡 跟希望 但是其實是 內心覺得不可能 直到好劇本完成的時候 我覺得說 應該是可以吧 如果 他喜歡這個劇本的話 就應該是有機會了 是 所以後來寫到後面 就真的有參考一點 一點的樣子 一個劇本如果寫到我大哭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是 就是他 應該就要他的眼 這樣子 不然就好可惜喔 是 沒想到別夢成真 感動 你看他是爽的 我覺得他很有童真 很眼神 是 非常感性的 不要看他這樣對不對 我們法道是很感性的一個小作家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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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對對對 哇 平常都是演女主角 這次戲份比較少吧 特別演出 有沒有心情這樣有沒有不一樣 我想說 就是特別演出才有機會讓我 對 剛剛講 你說 離家太久 在我現在這個階段 是 可能不大 因為其實 我現在已經是一個 part time的藝人 是 平常都是 以家庭為重 然後 平常 工作都是很簡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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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戲啊 是很大 這麼成本 對 非常heavy 如果要到外面拍指示片 對我來說 就是 不在這個地方 就是沒辦法 是 所以還是 特別演出這樣子 比較適合我 更適合我現在的生活方式 是 不但不會影響 反而更適合現在的狀態 對不對 謝謝 謝謝謝謝你的大力支持 好 還有什麼問題啊 還請 謝謝 那你講師特別也說 說是會主要到自己來拍嗎 然後會談到自己的感情 那有沒有後延期待待時間呢 那老公會一起來嗎 其實 我怕離開一家太遠 就是也 除了我老公以外 我也非常想念我家裡的七隻貓貓 是 因為他們 對 因為真的 是 事如寄出 事如寄出 對 我 看待他們真的好像我的孩子 像是雷尼一樣 每一天我出門 他們都會表達不太適合 真的嗎 比如說呢 對啊 他在叫 然後在門口裡面 打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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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在門口 對啊 所以真的 沒辦法 七隻貓七隻啊 七隻 很多耶 七隻有名字嗎 你記得嗎 有啊 貓不是長得很像嗎 認得出來 認得出來 七隻 那睡覺都睡在一起嗎 有 有 他們都睡在床上 是 好毛的感覺 這不會有的 不舒服的感覺嗎 已經習慣了 十隻 所以我平常是 如果我穿黑色的衣服 我 由頭到腳 我是 都會沾到的貓 對 所以其實蠻掛念家中的 這個 七隻貓 以及 一隻人 一隻人 一個老公 七隻貓 OK 一隻人 你的單位用錯了 一隻人 其實這個 很多時候 這個 人的重心 隨著年紀會改變 對不對 特別獵家 對不對 謝謝 綠也 好 很大方 來 還有什麼 請 對 我聽不懂 他說 動靈術 就是 您的年紀 停在一個面 對 魔女這種感覺 都沒有變 我想 多餘正能量互動 多餘正能量互動 遠離負能量 就是我保養的一個最好的 那你怎麼會來加入 昨晚要聚集 哈哈 他就是一個最有正能量 我們講吧 柴姐 他就是一個最有正義感的 正能量的 柴姐 柴姐 他們有安心 因為我一直在看他的facebook 我覺得他很愛動 他是一個正義的知識 我先恭喜他的十二夜 非常受歡迎 謝謝 我希望在香港的話 也會趕快成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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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不會這麼客氣 沒有 因為我們在地上拿著這個 我已經忘記你問有什麼了 我還不動靈術 我沒有 對 多餘正能量 多餘正能量 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健康的生活態度 常感恩 開心一點 正心一點 我相信也是保養好多關鍵的事 有內而外的 讓自己變漂亮的自己 其實我們在做的都是動靈術 從催蟲到柴姐 到新美姐 我相信 李多哥 年輕的時候就長這樣了嗎 就是 我會帶你 我說 我高峰就這個 就長這樣 每個都是心境上面很愉快 包括就八道也是 有點這麼活力 大家就會永保青春 還有什麼 白晴 現在那個 有沒有機會就是在那個 情緒經驗 在那個 原生代的部分 喔 唱個主題歌 或插曲的 對不對 對 讓我們歌迷可以 我們請崔總幫我們回答這一題 其實 大家小人這邊 其實本來也都很會唱歌 對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 特別情商 真的嗎 請李多哥在我們電影歌曲裡面 來幫我們錄一首歌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 耶 太棒了 對 因為其實那些年累的時候 這個 胡祝謙的配樂 薛作品老師的劇作 這個音樂也非常的棒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這個華語令很少這麼重視原生代分音樂 可是我們的Adam哥是音樂人出身 這個特別了解音樂產業 所以這次也邀請李彥彥加盟這個演唱的部分 來 這個 李彥彥 很期待再次開頭唱國語歌 真的非常榮幸 希望可以做到最好 現在歌我們還是還沒有收的 還在跳的 我們其實已經收的差不多了 所以像今天我們當初 大家記得那些年 最厲害的那首的那些年 對 我們薛忠銘薛老師也在場 對 薛老師也在 謝謝薛老師當時的這個巧思跟創意 這樣太經典了 對 所以可以演這首歌 我們也會由薛老師來幫我們製作 哇 太棒了 謝謝老師 這些是可以講的嗎 我這裡好像沒有提 好 OK 太棒了 多一點料給大家 期待 不但是演還有唱 我想是所有歌迷朋友很期待 欸 九把刀 您對於這個周惠銘過去的歌曲熟悉嗎 刀刀 嗯 知道 而且其實 最熟悉的其實是我把那個 阿V在要演出的那個消息 貼在那個Facebook上的時候 其實你看底下留言 就知道大家 對這個選角有多驚喜 其實 其實反而有很多 就是香港的朋友 他們 他們都是很感動耶 對 然後就是台灣的歌迷 又重新可以看到那個阿V 其實我覺得大家也是非常的激動 We have a wife 謝謝 謝謝 阿V 你知道另外有一個綽號嗎 叫做黨泥板女王 啊呦 很壞吧 對 對 對不起 我是沾沾的樣子 對 DIS 謝謝 這真是一個榮耀 對不對 揚鈴啊 之後啊大概就是周惠銘接吧 對不對 那個其實我們應該送個黨泥板給他做紀念 現在要買還不容易找 你知道 都可以找回來 你想要什麼 我看過照片 哦 但是真實的沒有看過 是是是 如果能夠找回來 對 好 這是一個ID 也許我們下次可以送個禮物給依靈 也謝謝周惠銘 送這禮物好嗎 乖乖一下 送到一個黨名牌這樣 好 再次謝謝我們台上的主唱人員 請大家期待 目前已經開拍了 不過在今年暑假 才會跟大家這裡去見面 今天我們正式的把主唱角色介紹給大家 也再次謝謝我們辛苦的崔總 還有我們的把刀監製 以及我們的裁剪監製 還有我們的這個導演 聯盟導演 大家加油 謝謝 好 我們再次謝謝各位裡面的光臨 還有各位診師朋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